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014集 夏红霞累得半死 什么夏紫玉夏小兰他通通不想关注 他就想找个凳子,一屁股坐下去,能踏踏实实休息半小时 是的,也只能休息半小时,可能半小时都不到 现在是生意最忙碌的时间段过去了 并不代表夏红霞就能真正歇着 开门做生意的,只要顾客上门就得接待 人家愿意12点来吃午饭是对的时间 愿意下午3点来也是顾客的自由 人民桥小商品市场,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来进货的买东西的人 把正事干完了,才会想起来吃饭 所以,下午3、4点有生意再争尝不过 夏红霞从早忙到晚,能挤出来休息的时间多宝贵啊 她每天累得腰都快断了 这样宝贵的时间是她渴望的,是她独享的 王金贵偏偏要和她谈啥夏紫玉 看啥呀,她不想看,没那心情 夏紫玉给港岛富豪当小老婆 之前报纸说怀孕又流产的 那种生活离夏红霞太远了 夏小兰的生活同样如此 反正都是她接触不到的层面 每天还关注别人过得如何好 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早前还想嫁个港岛人呢 接连相亲不顺,她又长得越来越胖后 算是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 太忙了,不看不看,夏红霞摆着手 王金贵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一定要让夏红霞看 不停把报纸往她手里塞 贼没输演的 要不是店里还有几个捧着碗吃饭的人 夏红霞非得和王金贵吵起来不可 到底还是看了报纸 夏敏薇嘛 夏红霞就不认识了 但要说度假五一泰 一定是夏紫玉无疑 夏紫玉不仅把自己脸换了 名字也是彻底换了 那和夏家就更没关系了呀 她混得再风光和我们有啥关系啊 她的钱又不会拿给你用 你不会还在指望这个侄女吧 夏红霞看不动啥投资公司 就是这报纸的繁体字 她都看得脑壳疼 含糊猜的 大意就是说夏紫玉现在混得很牛了 杜家那个老头子拿钱给夏紫玉做生意 王金贵滴溜着眼珠子 我指望她干啥 她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亲爸亲妈都不管 还会管我这个三婶啊 指望她还不如指望我自己闺女 红霞 你别这样看嘛 你那眼睛怪圣人的 我也想指望你俩弟弟 他们还小嘛 夏红霞脸色稍微好点了 小的就好 大弟和二弟女都还指望不上 我爸也是 他不花我挣的钱就烧高香 更没钱拿给你 王金贵要是还敢说 指望着夏紫玉这个侄女 夏红霞能当场和她干架 其实王金贵不是说这个 他是想说别的 上回夏紫玉让人找你的事 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呀 打听前二婶刘芬的消息 她可不敢帮夏紫玉 还是导向夏小兰更靠谱 顺利从夏小兰手里 拿到了这间铺子的租赁权 现在有了稳定经营的小门面 夏红霞对眼下的生活状态满意极了 或者也是太忙了 让她无暇多想 没精力去嫉妒别人 这才不乐意听到夏紫玉 和夏小兰两人的消息 更多的好处 想不想要呢 想啊 可再给她多弄一家店 她也管不过来呀 别人是全家齐心协力 可王金贵和夏红兵 是一个错眼都不行 只要离开夏红霞的约束 一个懒得像鬼 另一个不仅懒还赌 呵呵 都是扯后腿的 夏红霞的火气又冒出来了 你到底想说啥呀 王金贵压低声音笑 嘿嘿 红霞 你咋弄不懂呢 一个篱笆圈里 养两只公鸡都要打架 夏紫玉就一直在找夏小兰的麻烦 你不懂没关系啊 妈懂就行 夏紫玉一风光啊 这两只公鸡都羽毛漂亮 肯定又要干起来 咱们不就是能从中捞点好处啊 两只公鸡 那又不是两个公的 夏小兰要是知道自己被形容成公鸡 肯定 不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夏红霞不敢捞啥好处啊 虽然给夏小兰办事 夏小兰很信守承诺 也愿意给他报仇 但这种事还是少点最好 电影里那些当特务的被抓到 肯定没有好结果 他又不傻 你少管他们的事 要是闲的话 帮我爸玩洗了 我爸呢 又跑哪里去了 夏红霞扯过王金贵手里的报纸 扔到了铁皮桶改的蜂窝梅大炉子里 王金贵哀悠亮声 都没能及时抢回报纸 哎呀哎呀 我给人借的呢 烧掉了要赔钱的 人民桥小商品市场 充满各种抗祸 港岛的报纸和杂志自然能找到 王金贵也是从别人摊上借的 气得垂胸顿足 夏红霞不为所动 烧掉了就烧掉呗 免得看了心烦 夏红霞还以为自己躲过这些烂事了 哪知道两天后一大早 他眼皮就跳得厉害 老话说 左眼跳灾 右眼跳财 他是两个眼皮轮流跳 跳得他切菜 差点切到了手 果然 半小时后 就有人找上门来 夏红霞小姐是吧 有人想见你 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还有夏红冰先生 夏红冰被安排晚上守铺子 平时就睡在门面后 隔出来的小隔间里 踩一双拖鞋 搭巴搭巴走出来 眼角还戴着眼屎 来人都不由皱眉 你就是夏红冰先生 他是叫夏红冰 但啥先生啊 夏红冰有点处 他倒是在外面欠了赌债 可收债的找上门 说话也不可能这样客气 收债的也不可能穿西装打领带 夏红冰想了想 躲在了夏红霞身后不自声 夏红霞就快气死了 这就是他爹 还他喵是亲的 谁想见我就见了 我生意不要做的 来人掏出一个信封 放在桌上 虽然不知具体数字 但是应该够弥补 你们关门一天的损失了 钱又是见面就掏钱 这套路太熟悉了 以至于夏红霞汗毛都立起来了 他一百个拒绝 可对方哪会给他拒绝的机会 那种不容拒绝的派头 让夏红霞怂了 他和夏红冰被打包带上了车 王金贵厚着脸皮也挤上车 对方也没拒绝 车子开啊开啊 也不知道开到了哪 反正挺高档的一个地方 夏红霞一家三口 平时根本接触不到 一个人就在那里等他们 王金贵脱口而出 紫月 你就不怕被抓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